好,那我们今天呢,再从eigenfunction,eigenvalue这边开始 快速的简介一下,然后呢,我们就继续讲下去,好不好 我们上次呢,又讲到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说,当我,就是eigenvalue program OK,它指的是说,我们有个omega 它本身是一个linear的operated OK,它绝对不能够是无聊的,比如说它是1啊 或者它都是0,OK,那就没有什么意思 那我们有个eigenkit eigenkit,v,它必须要是什么 non-zero 哦,the kit 那么这个时候呢,eigenvalue problem,它会告诉你一件事 假设你把omega呢,walking在这个v上面 你可以把它transform到v'上面 OK,这个是各位的,是1.8.1的式子 它可以transform到那个地方去 但是呢,也有可能在某些特殊的状态下面 你可以找得到 我们这个呢,作用完之后呢 会等于跟原来的这个v有关系 只是前面呢,乘上一个omega的某一个系数 那么我们这种状况下面呢 假设你找得到这种状况 找得到这种,这意思就是说你未必找得到 OK,但一旦找得到这种状况 你就发觉这两个都一样,对不对 那这个呢,omega呢 我们就给它一个名词叫做eigenvalue OK,eigenvalues 你可能解到很多个 然后下面呢,这个呢 v呢,我们就称之为eigenvectors OK,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上次举了几个例子 对不对,我们现在快速来复习 其中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 你有一个identity的operator 他就是自己运作在自己上面 自己运作在任何一个项量上面 或者是kit上面 你会得到自己嘛 所以这个是i的意义 那前面呢,就会有个系数1 那么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个时候的任何一个v都是i的iigenkit 而且它的iigenvalue一定是123的e 就这么简单,对不对 好,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example 这个指的上面这个指的是说我们这个linear operator就等于i 下面这个假设我们linear operator等于我们的projector operator OK,projection operator 那么它会得到什么一个结果呢 OK,那么这个呢,我们讲一下 这个称之为the projection operator associate with 我就写一杠 OK with normalize kit v OK 也就是说它作用,它是要作用在一个v上面 而且这个v是经过normalize的一个v normalize是什么意思 互相独立 互相垂直 再加上大小是等于多少 e的,对不对 OK,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 第一个 就是anykit 假设呢,你v是这样子 你前面把它乘上一个alpha alpha比如说是个西数好了 那事实上你也知道 假设这个v本身是一条直线 你乘上alpha只是把它平移而已嘛 对不对 只是平移 那么它一定平行于原来的东西 OK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 OK 那我们来看看projector 它做什么事情 假如说呢 我们像projector是运作在v上面 v前面先乘上个alpha 这个东西 那什么叫projector operator 它指的就是 抱歉 这边是v 这个就是projector 你把project在v的 这个 假设说它只是个某个分量 那么它就是某个分量上面的方向 OK 好 我现在把projector在v 所以后面呢 原封不动 alpha v 那你知道这个alpha 我们刚刚讲过 它只是一个平移而已 只是乘上某个系数嘛 所以alpha我可以把它提出来 alpha一提出来之后呢 这边就剩下v跟v自己的内积 那我们已经说过 我们定义这个v本身是normalized 所以内积结果等于多少 1 对不对 所以它会得到 比如说我写慢一点 它会等于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就等于v的平方 那当然就等于1了 所以它会等于alpha v 所以假如说我同样的将这个刮号起来 这个也刮号起来 那你就知道一件事 你这个projector operator在一个v上面 或者v前面乘上个习数管理321 这个总和完的 这个我把它叫做一个新的kit 那么它这个kit 对projector operator而言呢 它会形成个icon vector 它前面的icon value是多少 1 了解吗 因为呢这两边一样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定义呢 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有一个operator 运作在某一个kit上面 某一个basis上面 然后你会得到一个icon value 再乘上原来的basis 你一定是这个样子 所以在这边呢 它告诉我们它可以这个样子 好 假设你现在运作呢 稍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所以我把这边的东西啊 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整理在这边 OK 那我们把Omega呢 定义成为Ninia 5P OK 这个呢 这是一个什么 Long Trivial Long Trivial Kit V 那么这个时候呢 假设我们可以找得到Omega 运作在这个V上面 就等于一个Omega 小的Omega 乘上这个V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Omega呢 称之为 Igon Values 仔细看这两个又一样 所以这个呢 我们就称之为 Igon Vectors OK 这个是我们这边的整理 好 第二个 假如说我们有任何一个Kit 前面呢 我们第一个例子是说 有任何一个Kit 只是原来的这个呢 做个平移而已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取任何一个Kit 跟原来的这个是锤子的 比如说它是锤子于V OK 那么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同样的操作一次 P V 假设我们操作在V的锤子上 那PV是什么 PV是VKit 跟VBlock 两个相成 对不对 然后呢 再作用在V锤子的这个 那么这个一看 因为这个V锤子 本来就是跟V 之所以定义它是锤子 是因为它跟V锤子 所以这两个内积结果 一定等于0嘛 看都不用看 一定是0 0乘上什么 V 这个还是在 所以这个呢 维持在这边 这个呢 得到这边 所以将一来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OK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里面呢 我看看 我看看 它因为是锤子的 OK 任何一个都是锤子的 那么锤子的 它就一定要等于0了 所以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你project在一个 跟你完全没有关系的东西 身上的时候 你会得到一个值 它就是0而已 OK 因为发觉一件事情 我能不能够把这个地方 反正是0嘛 我也可以啊 所以这样一来 它就马上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个0呢 是它的Igon Value 这个呢 你确实是它的Igon Vector 只不过它Igon Vector 通通通都等于0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个 很好玩的东西 假如说 第三 AnyKit 什么Kit呢 它是一个linear 它呢 既然 它可能不是V 这么简单 或者是V锤子 这么简单 OK 它是什么 它可能是一个什么 线性组合 Alpha 比如说乘上V 再加上Beta 乘上V锤子 比如说这样 假设是这样子呢 你把它做个Operator 它会不会等于 比如说好了 你这一运作的时候 后面这个等于0嘛 只有前面这个保留下来 对不对 前面这个保留下来 你是不是得到AlphaV 你告诉我一下 这个部分 跟这个部分有一样吗 不一样 因为你要是讲I跟Vector 一定要这个部分 跟这个部分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但是它不是 所以它告诉我们说 这个东西 Not And I跟Vectors of PV 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我们上次也有解 假设沿着Z轴旋转的 这个Operator 线性Operator 你发觉 只有Z轴是它的Kids 是它I跟Vector 其他的X轴Y轴 通通都不是 因为运作完之后 不会等于自己了 对不对 好 我们上次就举这个例子 一个Rotation 沿着2分之Pi 意思就是说 类似这样子 假设这个是 抱歉 它是沿着X 这是X Y Z 那么 你在这边这样旋转 那你就知道 假设你对着第一个 假设这个叫做E好了 对着第一个 第一个 就是我们的X的 向量的话 那你会得到什么 还是自己 因为你是转轴 所以你的IconValue 是等于E 没有错 但是呢 你一旦运作在怎么样 第二个上面 第二个就是Y 你运作 这个一转Y 是不是跑到Z 上面来 所以你得到的是3 那你告诉我2 会跟3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 所以2和3 是不是 这个Rotational Operator的 IconVector 当然就不是 OK 同力可证 你要是3 会等于-2 它也不一样 OK 所以这样一来 就告诉我们说 并不是 这边一开始 写的这种形式 并不是每一个 Kid 你一定可以找得到 这种IconValue 的这种形式 你未必找得到 OK 但是呢 你要努力找 你可以找得到一些 假设根据我们前面讲的这些 都是拿某些东西来运作看看 看看哪一个会形成它的Kid 比如说这个告诉我们 Yes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IconVector IconValue 它可以形成这种Basis 其他两个不行 但是这样子试 你要试到民国几年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上次呢 在跟大家讲 我们从这个 先进代数里面 抓到最基本的一个idea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方法 整个呢 都把它解出来 我们有个Nineal Operator 最终在VKit上面 你会得到Omega 跟V 你会得到这样子一个东西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只是一个 IconValue 只是一个Value而已 只是三次Scalar 我们呢 乘上个Identity Operator 变成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现在重新来看看 对不对 那我们排一下 我们发掘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整理出这个 Omega 减掉 大Omega 减掉 小Omega I 对V作用 你会得到个0 1.8点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上次有跟大家讲 假设这是个 联义多项式 的联义方程式 那你就可以用 Gauss Elimination 下去解答 最后发觉一件事情 假设你等号右边 通通等给0 那这个时候要有意义 只有一个条件 它可能可以找得到意义 什么条件呢 它就是指前面 这个瓜糊的 Determinate 要等一点 所以这是1.8点4 OK 所以这个呢 就会告诉我们 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它要有意义 这个一定要等一点 所以有了这个之后呢 你把它展开来 你就会得到一个多项式 OK 这个是1.8点8 OK 中间有些 我把它跳走开来了 所以这样一来 我们就晓得 这个就是什么 特征方程式 对不对 这是特征equation 这是特征方程式 两个都有 好 我再把这个结果 稍微整理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呢 它会告诉我们 它会有个特征方程式 Determinate 大Omega 减掉小Omega 成长I 这个是1.8点4 OK 我们就记录这个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解决这个呢 来找到它的 Igon value 跟Igon vector 好 我将一个结果 大致上写一下 这个呢 事实上 你可以写成为 OK 这上次已经建构过了 也就是这边这个行为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做 那么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你怎么来求取 我们的Igon value 最后来求得到Igon vector 我们就有几个步骤 对不对 第一个简单的事情 先求Igon values OK 那这个是第一个步骤 Step 1 那这很简单 因为啊 它这个东西要存在的话 Determinate 大Omega 减掉小Omega 一定要等于0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的行列是 这里面呢 这个Omega指的是什么 就是它咯 对不对 那这个小Omega 是我们要求的啊 你就得到1减掉Omega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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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掉Omega 负1 0 1 0减掉Omega 这个行列是一定要等于0 所以非常快速的 这个随便算一下 你马上就知道 Omega要有三个答案 1 跟正负I 刚刚说 我们Omega 有一个Omega是1 我们刚刚在这边 这个基本上 操作已经得到了 假设它是对着 X轴操作 那么X轴的这个向量呢 本身就是它的 Igon vector 那它的Igon vector是1 但是你得不到其他的 但这一边呢 它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算得出来 它是三个 Igon values 然后你再去比对 它呢 Igon vector会是什么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就说 当Omega 等于1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会得出一个 Igon vector 我们把它写Omega1 100 假如说我们把这种坐标系统 也把它表示成为 XYZ 那么它告诉我们 X轴呢 就是100 Y轴呢 010 Z轴呢 001 对不对 我们基本上可以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得到了 不就是第一个吗 对不对 所以完全exactly一样 但是后面这个正I负I 那边找不到了这个I Information 你可以继续算 正I 所以这个时候会Omega2 正I一计算完之后呢 你发觉一件事情 它可以被假设成什么样的东西 0 I E 记住哦 我们希望呢 它所得到了这些Igon vector本身呢 除了能够垂直 尽量垂直 对不对 要不然起码它大小要E Normalized的 我们希望它能够Normalized OK 那看看 这个的大小是不是E 当然是E了 对不对 不然你把Omega1 大小怎么算 我们跟已经说过 Omega1 是等于这样子 100 大小就是自己 乘自己的内积嘛 Omega1 对 Omega1 Block 对 Kit 内积 那Block 放来这边 是不是等于 它要transpose 再加上complex conjugate 反正都是实数 然后再来 100 这一层的结果等于什么 E啊 它确实是Normalized 这个呢 会不会Normalize 也一定要Normalize 也就自己大小要E哦 你来乘乘看 我再把它擦掉 当做计算值 OK 现在呢 我们一个Omega2 等于 0 I E 这样子 所以呢 你必须把自己内积 Normalize 就是内积 这等于E 好 Omega2 本来是Kit的形式 换成Block 你要什么 transpose 再加complex conjugate 直的变横的 所以0 I呢 变负I 再来E 对不对 然后这边是 0I E 乘起来是什么 0乘0是0 I乘I 负的I平方 负负的 这个是什么 正啊 哇 它不是呢 所以它得到的是 还要再加上1 对不对 所以呢 告诉我 它的大小多少 2 所以最好一个办法是 我们稍微把它改变一下 假设我这边乘上个 刚好1分之1怎么样 也就是 2分之1本来都乘到里面去的 它 矩阵外面的 会乘到里面每个单元 就相当这边也是 刚好1分之1 这边也是 刚好1分之1 所以刚好1分之1 乘上刚好1分之1 是不是相当于我这边乘上个2分之1 诶 这样子就对了 right 我们就把它normalize 所以很快的呢 我们这边会得到一个 更好2分之1 你可以这样子 ok 那omega3 那omega3等于负i的 我们就会等于 omega3 我看看 也是一样 只不过这边是0负i1 ok 所以我们可以把 我们可以把 eigenvalues eigenvectors 全部都解出来了 既然我们一天到晚用这个 我把这个抄起来 我把这个稍微抄一下 快速抄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我有个例子是 r2分之pii 可以写成为 100 00-1 010 所以呢 它有omega1 等于1 所以omega1 等于 0 100 ok 我写小一点 omega2 等于正i 所以omega2的这个 会等于 更好2分之1的 0 i1 对不对 omega3 等于负i 所以omega3的 eigenvector会等于 更好2分之1的 0 i1 有没有负 有 我们先把它抄下来 好 免得我们待会算一算 要用的时候又忘掉了 OK 我们就把它整理在那个地方 好 那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 我们要看几个 很简单的问题 我们先重复一下 上次的作业 假设 你现在有个矩阵算后来 你看看 它一个omega 对应到一个 eigenvector 一个omega 对应到一个eigenvector 完全都独立的 对不对 一对一对一 假设哪一天呢 你omega解出来 有重根 for example 有一个omega呢 它是等于 我写在这边 101 各位自己去看课本 020 101 假设是这个 它得出来的omega呢 会有两个 0 2 2 这两个是不是一样 那你这个 可以用原来的方法 得到一个eigenvector 那这个eigenvector 会是什么 这个叫做degeneracy OK 就是我们叫什么 减病 同样一个能量 有两个不同的状态 OK 所以这个部分呢 你们自己下去做 好 那我们现在要来 玩几件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不是有这三个吗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玩玩它一下 它有normalize 大家都是1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们有没有垂直 检查一下 OK check OK 我读书很喜欢 don't check she check 这样子会让我的idea 比较清楚一下 我把omega1 跟omega2 发生什么事情 我很想知道一下 omega1呢 Kid变成bra 是这样 omega2呢 更好二分之一 把它 看看二分之一 把它拿在前面好了 这样 那这边还是一样 0 i1 它会等于什么 1乘0是0 0乘i是0 0乘1是0 等于0 就发觉怎么样 omega1公 omega2怎么样 垂直 垂直 omega2 对不对 这第一个 第二个 确实一下 那omega2跟omega3呢 发生什么事情 omega2和omega3 大家都更好二分之一 乘起来就变二分之一 那omega2呢 Kid变成bra 是0 i变成负i 1 再乘上 0 负i 1 这是omega2 会等于什么东西 0乘0 等于0 i乘i 是什么东西 正的 再乘上个i i跟i相乘起来 是什么 负1嘛 是不是 负1 i跟i乘起来 正1 等于什么 0 Right 是不是这个样子 我有没有算错 我来看看 我这么有没有算错 应该没有问题 再对 OK 你发觉 他们也都是垂直 他跟他垂直 他跟他垂直 那他跟他有没有垂直 当然也是垂直 这一层就知道 这两个零零层过来 一定是零嘛 管理这么转 所以呢 他们互相垂直 对不对 所以你会形成一个 autonomal basis autonomal basis OK 这个让大家看一下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对这个omega 的特性 我们要来看一下 它对后面有什么影响 我们这边一开始 是讲有个near operator 假设你能够找到一个 eagon value 的这个特征 equation 这个 假设你要找到这种 建构的方式 那么你要从determine这边来 那最后有这个算出omega之后 再回过头去算出 eagon vectors 你都可以这样子 但是我们之前有学过 我们教过 near operator 有两个 新的名词的 near operator 一个叫做 H开头叫什么 Hermission 另外u开头叫什么 unitary 到底我operator的特性 改变之后 那下面有什么东西改变 OK 好 我们很想要知道一下 所以呢 我们啊 就可以写出 两个 东西 好 第一个是Hermission Operator OK 我用黄色的 Hermission Operator 另外一个是Unitary Operator 我没有这两种 第一个 假设Operator 本身是Hermission 好来 问大家 复习一下 假设你打不出来 你就偷瞄一下 这个讲义 什么是Hermission 什么定义Hermission Operator的什么 Degger要等于什么 Operator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们记住了 什么叫Unitary Omega Degger 乘上自己 要等于1 当然 这边所谓的1 就是Identity 对不对 这是基本的定义 我们千万不要忘掉 它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 EigenValue 所有的Hermission 的这个Operator 你会得到Omega 是它EigenValue 它一定要属于 实数 你们实数是R嘛 大R是不是 OK 要属于实数 不要了 因为R 有的时候 我把它写成 另外Operator 我就把它写成字 要属于R OK 我们稍微来证明 因为是Hermission 所以呢 Omega Degger 会等于大Omega 这个是已经知道了 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把一个Omega 对一个 EigenValue 作用 当然 它的EigenValue 对应的就是Omega 这个EigenValue OK 我这样子来写 OK 那这样子一来之后呢 我把这个叫第二个式子 然后我现在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将第一个式子 没关系 这不要 我对整个呢 乘一个Bla进来 也就是我乘上一个Bla Omega 所以这一层呢 大Omega写在这边 Omega Kit 写在这个地方 Kid Omega写在这边 那这边是不是 Omega在这边 里面一个Omega Omega 记住我不要搞 搞混掉它的角色哦 这个是Kit 这个是EigenValue Right 这没有EigenValue 所以呢 请大家呢 在看的时候 不要忘掉 这是EigenValue 好 这一层 你告诉我 这个只是个Value而已 它可不可以提出来 可以啊 就像Omega跟Omega 自己去内积嘛 对不对 所以你是不是得到个Omega 我先暂时维持这样子行 对不对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呢 我现在来做一件事情 我这个地方 要Operate在这边呢 我可以怎么做呢 我可以把Omega 大的Omega 换成Omega Degger 或者是我们这样子讲 我把它整个 取个Degger 取个Adjoin 我把这个叫第二个式子 这样子来 我们把 我们把第二个式子 取个Adjoin OK 我就把我的动作 写在这边 好像分镜一样的 的动作 这一取 一个Degger 你摆在这边 是不是相当于 这个要跑到前面来 这个要跑到后面去 然后这个要变成U Degger的 所以后面跑到前面来 它还是Omega Omega变成Omega Degger 后面还是Omega 对不对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现在就开始 对它作用 这一作用呢 它本身呢 它要变成什么 它只是个Number而已啊 你对它做个Degger 它会 会不会变成Transpose 它没有Transpose 但是Complest Conjugate 对它要作用 所以是不是这个地方 我画长一点 OK 中间就不管 是不是等于Omega Complest Conjugate 后面呢 两个交换嘛 对不对 Degger之后 要两个交换 两个交换 跟没交换都一样 这叫第三个式子 那你看看 因为第一个式子 因为它是Hermission 中间这两个要相等 所以二跟三一定要相等 对不对 由第一个式子告诉我 二跟三要相等 所以马上就告诉我 Omega要等于Omega 的Complest Conjugate 所以告诉我 Omega要属于Real 这样子就解决了 OK OK 下面的这句话呢 就听起来就比较 不知道该怎么说 OK 因为这个字很长 他说假设 Omega本身是Permission 假设 你至少 至少 可以找到一个 Otomal的Basis OK 它可以形成什么 他说 因为它是Permission 对不对 Exist 我先写简短一点 存在一个什么呢 And Orthonormal 好吧 Orthonormal 这样子好吧 Orthonormal的Basis Orthonormal的Basis呢 就是由这个Operator 本身的EigenVector 所组成的 OK 简单一点 先写说 它一定有个EigenVector 是好了 这样子比较简单 比如说呢 我们这边有三个 一二三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我现在先讲这个 那 从另外一个 假设我有EigenVector 比如说Omega1 它等于某一个 Omega2 也等于某一个 我可以把它怎么样 我应该把这个 写左边一点 我先大致上下 假设我们知道了 Omega1 可以写成这个样 Omega2呢 也是一样 很多个 比如说Omega3 我们这个只有三个嘛 你可以建构一个 有一个矩阵 建构一个U的矩阵 这个U呢 我把这个第一个的 我前面写Omega1 指的是第一个 第一个的 再加上第二个的 我排在这边 再加上第三个的 我排在这边 假设像刚刚讲的 那个Case 各个都有三个单元 所以这过来 是不是变成三乘三个单元 一个Square 所以这个是个Square OK 那么这个时候 它能够干嘛呢 我们能够 我写完整一点 好了 这样子运作 然后让它变成一个 什么呀 Omega 在对角线的 矩阵 比如Omega1 Omega1 Omega2 Omega3 这种矩阵 OK 它说它可以这个样子 这个呢 我们待会会有例子来讲 OK 待会会有例子 OK 好 我们先看看 假设你是Unitary 会怎么样 Unitary 假设你的矩阵是Unitary 那么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第一个 Omega会属于Complex 它可以是全部都时数 像它一样 或者 它有时数也有负数 或者全部都负数不一样 就像这个例子 它是不是有负数 它不全部都是时数 对不对 OK 而且呢 这个时候它告诉我们 所有的 Mutually 垂直 它们互相会垂直 就像我们这边指的一样 这个是不是Unitary 这个它到底是Unitary 还是很明显的 我们这边写的 把课本上的这几个东西抽下来 到底会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 假设根据这个的话 Omega 我们先对它做个Omega Degg 这一题 Omega Degg 第一个先Transpose 所以100是很明显的 所以100是恒的 现在变成100值的 001恒的 现在变成00-1值的 010恒的 变成这个样子 好 你告诉我 这个Omega 有没有等于这个Omega 没有 对不对 所以对于这个Operator而言 它是不是很明显 不是 假设你是很明显 你Omega一定要Real 它一看起来 我们这边有没有Real 就知道它大概不会是Hermission 对不对 就我们发觉它真的不一样 它真的是Unitary吗 我们来验证一下 假设我把这个 运作在自己身上 所以100 001 0-10 运作在这边 在乘上原来的自己 100 00-1 010 等于什么东西 100乘上值的100 得到的是1 100乘上后面 001 0-10 通通都是0 第二行 001 乘上100 也是0 001乘上001 是1 你运作下来 最后发觉是这样子 这个是什么 Identity 所以我们这个 沿着X轴转90度角 这个Operator 它是什么 Matrix 什么样的Operator Unitary OK 所以它会有个什么样 Complex 我们的目的是在于说 我们可以算到 Eigenvalue 算到它 Eigenvector 后来发觉 在这个状态下面 它是这样子讲的 对不对 我们现在还没有给大家 看到什么样的例子 就是说 我能够建构出一个 Unitary 建构出一个U 然后呢 这个U呢 要是跟原来的作用完之后 我可以把它对角化 也就是说 我这整个的问题 解决这个的问题 其实跟对角化 是同样的道理 如此而已 那我们待会会看看 为什么它这么重要 好不好 待会实际例子就会 好 我们先看看 If Omega呢 本身是一个什么 A Hermitian Operator 它在一个 N-dimensional的 Complex point上面 OK 那么 假设一开始呢 我们这个Omega 它还没有被对角化 就好像我们原来的 这个Omega一样 它没有被对角化 Not diagonal Aagonal 然后呢 我们从这边 就可以计算出来 从我们 平常的 你可以算出一个I 这个I呢 请大家记住 我这边写的时候呢 比如说每一个Omega 相对于I 我就把它写成Omega I 或者是你喜欢的话 也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I OK Either way都可以 所以这个呢 大家都变来变去 那么这个呢 我们刚才已经证明过了 就是说 哦不 我们这是Unitary 假设它是一个Hermitian 那么这个呢 它本身就会是个什么 Authanormal的 这个Basis Authanormal的Basis 会不会啊 没关系 我们先写的 待会我们再看看 然后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事情 我们要真正的 找得到 比如说一开始 就好像我们刚刚写的 这个 运作过来 假如说我现在 我们早先是写 Omega运作在V上面 会等于V Plan 把它运作过来 对不对 然后我们呢 就能够想办法找到一个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假设找得到 就代表我们会有一个 Omega 所以这边呢 是它自己的 的这个项量 但是我把它转换到 另外一个项量上面来 这个是它的 EigenBasis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从这边呢 你就会得到一个 Plunk 本身是什么 被对角化 那么它对角化 跟原来有什么关系呢 它可以写成个U的 这个 乘上你自己本身 再乘上U 好 什么是U U就是刚刚讲 建构的这个东西 OK 好 这个是我们 现在要讲的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也就是说 我们必须 要把它对角化的时候 要找到它的解决 就相当于说 我们必须把它的Basis 转换到 一个 一个特别的Basis上面 它本身 才有这个特性 OK 那我们把几个重点 稍微把它写一下 If Omega Is Hermitian OK 那么 你就存在一个什么 Unitary U OK Build Out of The Eigenvector Of Omega 它是由Omega 的Igenvector 所筑成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时候 Is Diagonalized 它会被对角化 就像我在那边 讲的这句话一样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第一件事情 你要先判断 它是不是Hermitian 对不对 是不是Hermitian之后 我们再看看怎么做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一题例子 有个Omega 001 000 000 这些都是课本的立体 所以你们很容易看 好 到底这个是不是Hermitian 假设要 知不知道它是Hermitian呢 我们就要先计算 Omega Digre 它会等于Transport 再加Conjugate 反正证明又没有叙述 Transport 大家都是Transport 001 横的 变直的 这两个是不是一样 没错吧 所以Omega呢 这两个是相等的 Omega is Hermitian OK 它本身是个Hermitian Operator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来算一下 它的EigenValue 那么 EigenValues 还有 EigenVectors 那么EigenValue 我们就从特征的 Equation 它是Omega 剪掉小Omega I要等于0 所以 这个时候 你会有什么 负Omega 01 0 负Omega 0 1 0 负Omega 你会有这样子 要等于0 所以这一乘起来 这边会有 负Omega 三次方 对不对 加上0 加上0 减掉这个 负负得正 加上Omega 乘上这个 减掉这个是0 减掉这个是0 它要等于0 所以很明显的 这个Omega 会等于0 Omega 提出来 1减掉Omega 平方 等于0 所以这个呢 分解一下 Omega 乘上 1减掉Omega 乘上1 加上Omega 等于0 对不对 所以Omega 马上就算出来 Omega 1 等于 写小一点 写过来一点 所以Omega 1 等于0 Omega 2 等于1 Omega 3 等于负1 好加载 刚好都没有 Degenerate 好 所以我们Omega 算出来了 我们要算到Vector Igon Vector 所以Igon Vector 你就必须把它带进去了 对不对 Igon Vector怎么算 我们要从哪一个四次算 我们是Omega 运作在一个Omega上面 你会得到一个小Omega的 Omega 所以是等于Omega 减掉 大Omega减掉 小Omega I 运作在 Omega 等于0 对不对 我们就做这个就好了 所以第一个呢 Omega 减掉小Omega I Omega在这边 在那边 所以第一个是 0减掉Omega 负Omega 0减掉0 就是0 第一个是0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不变 001 000 然后再来是什么 100 小Omega会是什么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 X1 X2 X3 有三个分量好了 OK 这是第一个 它要等于0 因为这边的 所以这样一来呢 由这边可以看得到 这个是什么 0乘0 所以这两个没有 X3 一定要等于0 这个呢 什么都没规定 对不对 下面这个呢 乘过来之后 告诉我们 X1 一定要等于0 所以这个很简单 我们就很容易建构 我们会变成 010 的这个 OK 所以这个呢 我把它写 OK Omega 1 所以同理 你按照这样子 建构下来 你会得到 Omega 2 等于什么东西 根号2 101 这个会是 Omega 3 的 根号2 1 10 0-1 OK 我们IgonValue IgonVector 通通都出来 我们目的是干嘛 目的是我们希望 能够找到一个U 这个U的本身 是用它IgonVector 来建构的 好 我们看看 我们就来建构个U吧 所以 这个时候呢 我们 Define 我们呢 定义 U啊 等于怎么样 这三个相成 三个排在一起 第一个010 010 我排在直线 第二个 1 根号二分之一 0 1 除以根号二 对不对 第三个呢 也是一样 1 除以根号二 0 负的1 除以根号二 U会写成这个样 我们看看 U有什么特色 这个U的格 这样一做了之后 它得到怎么样 横的变直的 所以0 根号二分之一 根号二分之一 100 横的变直的 100 0 根号二分之一 负的 根号二分之一 我们发现 这两个 根本就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这两个 乘起来 会发生什么事情 乘起来 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样子起来之后 我们是说要把一个夹在 Omega的前面 一个夹在 Omega的后面 一个夹在 Omega的前面 一个夹在 Omega后面 最后会得到 Omega 是对角化的 那什么叫对角化 我们来诊诊看 好不好 我们已经有定义出 这两个来了 所以我现在要做的是 U Deg Omega U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UDeg 0 根号二分之一 根号二分之一 100 0 根号二分之一 负的 根号二分之一 对不对 我们的操作 没错 Omega Omega在那边 0 0 1 0 0 0 1 0 0 0 再乘三个 Omega 再乘三个 U 因为这边太小了 我待会再写进来 先把这两个给乘了 所以这个一乘了 这一行乘上这一行 大都是0 所以第一个是0 对不对 因为它这个只有中间有值 所以乘下来是看中间这条的 所以达到000 OK 第二个 这个 这个只看第一个跟第三个 第一个跟第三个 加起来 只有这个存在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根号 二分之一 我写大一点 这个乘过来 因为这三个都是0 所以它是0 这乘过来只有第一个是1 所以是更好 这个乘过来 最后是1 所以只有它而已 这个乘过来 大家都是0 所以是0 这个乘过来 只有第一个1存在 OK 我再把U 抄进来 又是0 更好二分之一 更好二分之一 1000 0 更好二分之一 负的更好二分之一 我们继续乘下来 000乘三 任何东西都是000 所以得到的 当然还是000 这个乘这个 中间这一行 乘第一行 也是0嘛 对不对 中间这一行 乘上中间的这个 行列哪个字 不管哪 中间这个肉 乘上这个中间 这个column 这一乘的二分之一 加上二分之一 是不是一 是不是 对 好 那这个呢 乘上后面这个 正负号刚好抵消 0 下面这个一乘进来 第一个也是0 第二个也是0 为什么 因为正负号互相抵消 这边有正负号 到了这边之后呢 两个都是负的 负1 各位请你看一下 这边这个对角线 第一个数字是什么 0 我们第一个omega是什么 0 这边第二个是什么 1 第二个omega呢 1 第三个是什么 负1 第四个呢 第三个 omega也是负1 所以果真 透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omega 直接把它对角化 OK 所以这个是个 很简单的游戏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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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对不对 对不对 对不对 对不对